大家好,我邓慧文,阿虞,为你做会,心思有人知道 大家好,其实五月底大家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名义上叫做缴税 可是我通常都不要说我们五月做了缴税的事 我们都说我们五月清点了一次自己多会赚钱 就有多少财产 你看正面 五月被扒了一层皮 像我们个人被扒一层,公司又被扒一层 这个就说到在搜寻这些跟税有关的事情 我就发现我们有很优秀杰出的会计师还写了书 写了书告诉大家聪明结税 然后这封面很吸引人,觉得说会计师又很美丽 化妆室很厉害 我们都会这样说,我也常常很赞赏 我觉得我的化妆室已经到了魔术师的程度 所以今天我们就请到会计师来跟大家谈一谈 虽然你今年已经报过了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是处于非常有感的这个感觉 刚报完,印象最深刻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我去年不先处理呢? 所以大家现在如果不听,你等到明年 我明年四月再跟你讲一次,你也来不及处理 就要只能处理更后一年 你现在就应该要再思考一下你的税 你到底处理的满不满意,合不合理 我们要好公民要好好缴税 但是你可以省的你也可以合理的省,合法的省 我们不是逃漏税 但是你绝对不要缴冤税 缴税是义务啦,但结税是你的权利啦 对,这是一个社会智商嘛 是 好,那欢迎一下我们的会计师艾蜜莉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蜜莉会计师 是,艾蜜莉是在会育会计师事务所 是 那我们这本书啦,就是叫做艾蜜莉会计师 对,教你聪明结税 教你聪明结税 这里面还有图解个人所得房地产投资理财一正税 25项结税建议 还有2023年新增2023年税务相关法规的修订 我觉得这个我都不知道 我觉得非常特别 我们先从最新的来跟大家提一下好不好 2023年税务有什么修订啊 其实因为今年刚大家刚报完 应该是有感觉说 2023年其实我们的扣除了免税额扣除了都有增加 基本生活费也有调账 所以其实在今年大家报税的时候 你应该会有 如果说所得跟去年一样的话 其实今年交税是会略低一些啦 但是因为大家的所得都是逐步增加的 每一年一定是比前一年多 因为大家也希望这样子越赚越多嘛 所以呢 其实你每一年在缴的税 可能你自己比较起来 好像每一年都还是没有 虽然说我们的免税额扣除了增加 可是你的税还是缴的蛮多的 就是还是越来越高 对那其实因为我国 我们台湾其实大部分的人 在缴税的时候 其实是习惯用这个标准扣除额 就是说不会用其他列举扣除额的方式 我们就是试算表直接给你 然后要缴多少税就直接去缴 但是像我们在书里面 就会跟大家说明说 其实你可以去看自己的所得税计算式 里面如果列举扣除额 你的项目里面加重起来 是比标准扣除的多 其实就是等于说 你的扣除的金额会比较大的话 那你最后的所得金额就会比较低嘛 你只要所得金额低 你是用的税率 因为我们所得税都是累进急剧 对所以只要税率低的话 你当然就可以缴到比较低的税额 所以像我每一年的改版 都一定会把最新的这个 新一年度的这个免税额扣除额 相关的一些调整放上来 所以像在2023年修订的里面 当然也会有最新的这个金额 那再来第二个我觉得也还蛮重要 就是因为我国现在有越来越多 这种个人的卖家 不管你是在网路上虾皮也好 你自己的FB 对对就是自己会再去做一些 自己经营的品牌 或者是自己的衣服服饰等等的一些销售 那在因为在今年 2023年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说我们财政部已经有请银行 就是金融机构 把这些高频的交易的这个交易的这些资料 在三月底的时候都已经有 已经有这个资讯上传 所以呢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是个网路卖家 人家常常会转账给我 对对对对对 就会被查人都知道说你有收入 对 然后你要申报 因为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开公司或行号 他用个人的账户去收款 对 所以说在我们今年这个书里面 也有跟大家去说明这一个 就是说你如果一年收到的钱 是有到240万 但是呢 你的比数是多的 有四个月是有达200笔 就是说等于单笔消费1000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你就会这个资讯 其实在财政部那边就会有 他就会亮起来说 这个人这一笔税要查 是有高频的这个交易 对 的一个态样 好 那很有可能就会有 是不是说 会有一些网路上的一些交易行为 那网路上的交易行为 本来是有在报税的吗 是啊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达一定的 这个你个人销售 有达一定的金额 好 就是销售货物的话 每个月是8万 好 那如果是劳务 就是非货物 就比如说游戏啊等等 那个是4万 那其实你就会有 课税的规定 然后那就要自己像 某一条所得 这样自己去申报 因为那不会有人 列在你的户头里面 给你扣脚拼蛋 对不对 对 那要自己报 不然就会被抓 是 就是8万或4万 那个是营业税的起征点 但我们讲说 其实你在台湾 你只要有所得 就算你只有一块钱的所得 其实他如果 没有免税的规定 基本上那个所得 就是要课税 除非我们是有一些 减免的规定 对 才不用 所以即使你在网路上去销售一些 商品 或是说一些劳务 或者一些比如说宝物等等的 因为有很多的 游戏 游戏 对 账号也可以销售 对 那很多这种销售 你只要有利润 而且因为你是 可能是经常性的 你已经把它当作是一个 你要经营的一个项目了 那像这样子又会有所得 其实这个当然就会有所得税 我想应该很多人在这个部分 其实没有报道 没有真的去报道 所以现在修订 其实财政部他们也知道 所以因为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说在现在的这个时空背景下 大家会就是会有 已经会有 常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交易或者是一些行为 所以呢 才会透过说金融 利用金融机构 因为他们一定会有这些 账户的这些收受的资料 那所以才利用说 透过银行 金融机构这边的资讯 的一些取得 然后进而去查到说 去查核啊 去查到说 是不是有一些个人的 一些交易所得 是没有申报的 所以这个我们也列在 今年的这个新修订的 金融账户的高频交易查核里面 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 因为你知道有一些 我们听众朋友可能也有知道说 家里面一些旧的东西 会拿去那个二手拍卖 是二手拍卖 你可能要想一下 你这些拍卖也算所得 你如果真的长期持续的在卖的话 你可能要想一下 你到时候要缴税 那个金额也要放进去 你想象值不值得 是 就是说如果我们 是你 比如说你卖 你的车 你可能开了很多年 你想换车 你把车卖掉 你有赚钱 好像那一种你是属于自己家 自用的 而且一次性的 也不是说经常在卖二手车 一次性的这一种 自己在用的车 自己用的 比如说你的沙发 衣服 你自己 自己在用的 把它拿出来卖 那个可能 那个是免税 但是你如果是以 卖二手衣为业 变成你的一个业务 对你批进来 是二手衣或二手书 批进来 然后再去卖的话 那那一种就是属于一种营业行为 那它就是会有 营业税跟所得税 那因为是营业税 跟所得税 指的就变成是要有公司 所以如果是 公司或行号 如果不是公司或行号 自己个人做这个事情 就还算是用个人所得税 对还是用个人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这些新兴的产业 税务法不会放你不管太久 税务的更新还是会跟上 要磕到大家的钱 那还有新的这个 大家可以在书里面去找 例如说 还有房地合一税0.0 平均地权条例 这也是对大家影响很多 因为我们现在在大房 草房 那就是也是希望透过这个税制的修改 去让大家可以从短期的草房买卖去转成说 你可以比较是长期的持有 因为你越长期的持有 你当然是用的税率越低 你未来出售如果有所得 假如税越低嘛 那如果是短期的话 因为是用的税率很高 所以当然就是这样过去 在1.0 就是之前修法前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也会有人转化成 我个人如果是短期持有 我可能缴的税率比较高 就把它放到公司 就是说以公司的名义去做持有 那因为公司是只有固定税率20%嘛 就是说你如果在促收的时候 那这一次房地核1.0就也把它纳入修法 所以以公司来说 它也是一样 你短期持有的使用税率 也跟个人一样了 好 所以呢 那现在又变成说 那有人说 好那我就不要用公司去买卖 我就是不要用 不用买卖那个方式 我就买卖公司的股权 股票就对了 好 因为是设了一个公司 就是有不动产 对 那我就不要直接去交易不动产 那我是去交易这个公司的股份 这样是不是很聪明呢 所以 所以呢 我们主管机关也想到 会有这一个部分的这个规避 所以呢 也把这个特定股权的交易 也把它纳入房地核1.0 等于说你如果是卖股份的话 它也符合一定的要件 它也等于是卖房子 使用的税率也比较高 所以它还是税也是会用比较高 对 所以你想得到你可以规避的方向 都已经被锁定了 好 所以这个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 不要你觉得你很辛苦 结果是白忙一场 那我们今天 那大家就先来聊一聊 你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 其实有很多 是中年以上的族群 那大家现在都很关心财富传承 因为很多人他会想象说 我 其实台湾人我觉得有这个习惯 就是工作跟存钱 存财富 不是只想自己这一辈子 都会想到还要替孩子们去规划 那这个就常常 以前大家就会对什么 遗产税啊 赠与税 就有很多的想法 可是我最近几年发现 其实遗产税 正与税 这些东西 应该要去因应跟处理的 随着修法 应该要处理的正确的概念 也有蛮多的调整 但是我们很多长辈跟不上 所以我想今天是不是就请艾蜜莉 用你书里面第四章 你的标题好吸引人 叫做负得过三代 负得过三代 一般一般是说负不过三代 因为光你一代一代 传下去就被扒很多 然后扒了之后再加上不孝子孙 成绩太多的时候就把钱用掉了 所以到底怎么样是可以有好的传承结税 我先请问一下 现在大家有没有很清楚 我不确定 哪些财产是要刻遗产跟赠与税的 其实像刚刚邓医师有讲 因为台湾人 大家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都会想说 我其实一年 你看我们刚报完所得税 我一年里面这么辛苦的赚钱 其实我在五月的时候 不是都要报所得税 小一笔钱吗 那我到离开 我要过世的时候 我是不是还要在 台湾是有规定要叫遗产税 但是这个遗产 你的财产是怎么来的呢 你的财产就是 你每一年辛勤的工作 去赚到的钱 累积下来的 那个就是你最终的财产 也就是遗产嘛 不管你把你赚来的钱 去买股票 去做保险 或者是去买不动产 去买基金等等的 各式各样的财产的转换 但是最终 其实就回到刚才讲 那什么样子的遗产要刻遂 就是你在台湾 或者是在 如果是本国居民 在税法上是 你是本国人的话 你在海外的遗产 国内外都是要 科台湾的遗产税 所以呢 就是因为 大家会认为说 我已经有缴过一次 所得税了 那就是 你已经被扒过一层皮 那遗产税 会不会 对很多人来说 他可能会认为是第二层 他会觉得说 剥两层 对 就是我已经缴过 五月的所得税了 那我缴过税后的 钱 是我净赚的 应该是 再拿去买房子 再拿去买股票 但是我到最后 我真的 不小心意外过世 或者是呢 今天就是 自然的离开的时候 还是留下了一笔财产 这笔财产也是要磕税的 但是这笔财产 其实是之前 磕完所得税后的 所以在对于很多人 他就会认为说 我不想被磕两次嘛 对 因为我之前已经有 爱过国家了 然后 我现在呢 希望这个把 就是 我想要照顾我的家人 我的子女 或者是孙子女 或者是我的 配偶 想要留给他们 好 所以才会有 很多 这些所谓的 财富传承的工具也好 就是这些方式也好 所以我们的标题是想 希望大家 还是能有一个 很好的处理 可以把 你想要照顾的人 照顾好 就是把这些爱 留给你 最希望 最喜欢 最希望照顾的人嘛 所以付得过三代 所以是有方法的 是 是有方法 我们让大家休息一下 先点一下 你才有多少 等一下来请教 那艾蜜莉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 一般 刚刚说到 财富传承 有什么好用的 规划跟工具 大家可以去思考 就不是只是 很被动的 反正我就是有这些 我就是传下去 该缴多少 就缴多少 其实是有一些 可以做的事情 那你在书里面写到 常见的财富传承工具 可以举几个例子吗 是 其实我觉得 在 如果说 您自己 现在 不管您的年龄 然后有些 可能在 五十几岁的时候 就已经有意识到说 也许我未来会 找到一大笔 这个遗产税 的时候呢 就会慢慢的 去做一些 规划 不管是 分次分年的赠予 因为我们 我国的赠予 是要找赠予税 但是每一年 每一个赠予人 都会有免税额度 是两百四四万 就是 这个赠予额度 你一年 就是一月一号 到十月三十一号 就是两百四四 一个人 你没有用 他也是 就不见了嘛 爸爸可以给两百四四 妈妈也可以给两百四四 阿嬷也可以给两百四四 阿嬷也可以给两百四四 对 那这些可以给的赠予人 是没有关系的限制的 没有 没有关系 就是如果你要给我小孩 两百四四 也可以 那这个给法是 只要把它存进 小孩免疫的户头 就还是需要做 任何的申报登记呢 如果说是在免税额以内 两百四四万以内的话 是不需要做任何申报 但是如果超过的话 就需要 从一年 比如说你 一月的时候 有赠予两百万 就是你把钱转到小孩的 名义的账户嘛 然后二月的时候 可能再整一百万 这样子累积起来就三百万 所以在二月的时候呢 你就要去申报说 你一月有一笔两百万 二月有一笔一百万 这样加起来三百万 那超过三百万减掉两百四四万 就是扣除免税额的部分呢 你就会克到赠予税 是 所以说 因为 如果说 你的财产 算起来 不管你现在是五十几岁 六十几岁 七十几岁 你应该会有一个 自己以后每一年 还会有多少的 所得 再扣掉说 你会有一些支出 或者是一些 未来一些医疗费用啊 等等的一些 需要去扣除的 但是你很有可能这样子 你概算出来 你到可能我们的人 国民平均命 大概是八十三 八十多 可能到那个时候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大笔 就是说 超过我们国内的这个 遗产税的免税额 根口除额的 那比如说两千万 我们讲一个 概算的金额啦 两千万以上的话 那很有可能 还是我有克到 这个遗产税 那你可能就会 利用每一年的 这个分年赠予的方式 慢慢的 把一些 一些 不管是现金也好 或者是 你去做一些保险 那可能是 以小孩子的名义啊 那那当然也是 属于赠予的一种嘛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 不同的方式 然后呢 去减少你 到时候的财产 这个也是 就是分年赠予 其实它就是一个 非常合法 而且也是比较合理啊 不会是一次性的 给你的子女 大额的一笔财富 你会看着他们的 比如说他们年龄的增长 或者是他们人生的阶段 他们可能结婚 他们可能有买房的需求 等等 你会看不同的阶段 他们需要的资金 去做适度的一些补充 一些帮 等于说对他们的一些补助 所以呢 分年赠予 我觉得会是一个 大家可以去善用的 那再来就是像 比如说还有很多 像国内 其实我们 大家对于去谈论 生死这件事 比较忌讳 所以呢 也不会有去写遗嘱 这件事情的习惯 就是说写遗嘱 其实这个比例是不高的 所以但是没有遗嘱的话 其实对于 未来财产去 就是剩余的财产 要去做分配的时候 它就会是 等于说子女 基本上就是继承认 他们的一个困扰 对 因为你可能三个小孩 但是你只有两间房子 那你就大家会 不知道到底是 要怎么去分配 最后就会演变成 这两间房子 变成一定要卖掉 大家来分三份 可是其实有时候会很可惜 对因为有可能有一间 是周处 对 就是爸爸妈妈说 那间不可以 所以会 还是会有这一种 那所以说对于 我国来说遗嘱的 这个 我觉得推广 还是蛮重要 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 真的要跟大家聊一下 之前呢 我们有过一些 法律 专业人士 他们在推遗嘱 然后还有写遗嘱的app 就是让大家很简单 然后在推这节目的时候 我也会好奇 就留意日常生活当中 听到一些长辈朋友 就问他们说 你们有没有想过 或者问一些朋友 你们家里面 长辈有没有在 规划遗嘱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长辈 那个观念转不过来 例如说我听过很多 不是很古早 就是说最近 都还会听到 在跟长辈沟通的时候 他们很生气 他们说 我就说了 你这一天不敢了 就说我就已经讲了 这个要给你 所以 然后这个晚辈说 没有啦 爸你 你要下来 因为你用说的 老拜当庭作证 没有办法 然后老人家就勃然大怒 就会一句说 我就说了 他不敢了 我跟你讲 各位 都敢了 没人敢了 因为每一个人 他的想象都不一样 我就真的讲 你应该也看过 很多这种故事 例如说 这个 可能 有兄弟姐妹 然后其中 有一两个 可能住的比较远 或者在国外 他都没有来行照顾知识 所以长辈就觉得说 可能有一些房产 假设你说的 有皱处或什么 他就留给那个 在他身边的 感觉照顾他 比较多 他觉得这个很合理 大家好的时候 都会讲说 你都没回来 都是这个弟弟 还是妹妹在顾 还是哥哥姐姐在顾 然后就有长孙 长孙因为我们的传统 又觉得说 他以后要传承香火 他要拜 所以就会说 这个就留给他们 然后就讲 讲 生前都没有事 等到走了之后 你看 那个在国外 或者说在比较远的 他们没有觉得 他们不应该拿 是啊 因为他们是 继承人 没有 我看到的调解 是什么你知道吗 大家讲起来的时候 这边这个 说当初 大家都讲得很清楚 你们每年回来的时候 爸爸妈妈都讲得很清楚 因为日常都是 我们在照顾 其实这么 爸爸妈妈晚年来 十几二十年 日常生活的支出 都是我们在支出 光这些账单就不得了 对不对 外面拿一个 他说按照法律 我们就是可以分 很同等的一份 而且他还说 我跟你讲 这边的人说 那你没有情谊吗 你只有法律吗 他说对不起 按照情谊 为什么最后会是 若晨爸爸妈妈跟着你 因为从小爸妈妈就偏心你 然后呢 你有补钢琴 我没有补钢琴 你念到研究所 我没有 你念到什么什么什么 我自己出去 我自己生活 我多苦我多苦 所以我一定要这个周楚 来弥补我内心 在这个家 我从来没有地位 一定要讲情谊 两边都哭得稀里花 都很有情谊 就是几十年的情感纠割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一刻爆发 没错 我看这个 我真的觉得很心痛 所以我有时候在劝长 被说什么东西 要白纸黑纸的时候 其实我常常被骂 我常常被骂说 你们这都访问太多 律师跟会计师 想的事情都没有人情 我说不是 我就是因为访太多 还有我们精神科看太多 我才知道人情是什么 你们想的太单纯 所以一定要把它做 你说像遗嘱 或是这个规划 要写清楚 是 就是说 因为我们付得过三代 当然大家讲的是 财富传承 这件事 但是我觉得对于 这个长辈来说 父母来说 他希望传的不是只有钱 还有这个感情 就是说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些 这个和睦相处 兄弟姐妹 就是说 父母离开之后 子女们是不是还可以 这么的和睦 往下再传下去 这个家的一些文化也好 感情 这些紧密的关系也好 这个都希望可以传下去 所以其实遗嘱本身来说 当然他没有办法结税 但是对于我们在讲 负责过三代 其实谈的也不只是 是结税而已 谈的还是说 那你怎么去做一个 好的分配 或者说也可能分配 一定是不公平的 不可能每一个人的想法不同 不可能公平 但是大家都可以接受 这个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对对 那有些人你说这是 不动产 我们刚刚讲到说 钱可以拿去买保险 或者说分年的赠予 对不对 不动产有什么结税的想法 对 在我们的书里面 也有跟大家说明 就是说 如果你 我们举例 你如果现在 手上现金两千万 那你到了最后的时候 你记录你的遗产的金额 它的价值 它就是两千万 你存在银行里面两千万 对不对 那如果两千万 你去买一间房子 那那个房子呢 我们就是看 它土地跟房屋的限值 那可能两千万市价的房子 它的 客税限值 客税限值 没有大两千 对 可能只有一千多 那但对于 比如说一千二 那一千二跟两千之间 会有差八百万 所以这个就会是一个 在课这个遗产税 我们讲那个遗产金额的时候 它的价值比较低嘛 压缩了这个财产的价值 那不就有闲钱的 大家赶快去换成不动产 对啊 所以才在这个房地合一税里面 一些处理嘛 对 就是你长期持有 自住 那这样子都鼓励 但是你如果是断期的炒房买卖 这个台价 那就就是就不行 那就是从其他的面向 再去做一些处理 所以其实在我国以前 大家对于买卖不动产 其实都一直是没有感觉 就是我随便卖一间房子 我可能赚了好几百万 可是我在五年 五月申报所得税的时候 我发现我算出来的 这个所得才几十万嘛 这个是过去常见的 那现在因为有房地合一税 还有就是说有一些其他的这些 相关不动产的税负都提升 所以你持有的越多 越多房产 你可能你每年就会发现说 你的地价税越来越贵 然后你的房屋税 也还有囤房税 对越来越高 你的持有税负 你的成本在增加 对那你出售的时候 你交易的时候 你的这个 处分的成本也在增加 所以你当然就会 迫使你在做这些资产规划的时候 会去调整 因为不想要每年的这个成本 可能越来越高嘛 你可能就会把一些房产 就是转化成其他的资产 就是说轻税负的资产 或者其他的 对那这个当然也是 我们在这些 什么叫轻税负的资产啊 比方说股票啊 因为你比如说台湾的那个 证券交易所的是免税的呀 对不对 所以那你当你的房子已经很多 你都有被磕到 已经都磕到最高的税负了 的时候 那你可能也 那因为台湾现在的这个 空物率也高嘛 你可能也 也没有 住不到好价钱 住不到好价钱 对那房价也 有一些地区也没有在涨 那可能在投资的这个角度上 也许啦 就是说在投资的这个报酬率上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的时候 那也许有一些资产转换的需求 等等的 真的是没有讲 大家就不懂得去想 对那 是所以说在这个遗产的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讲 遗产税好了 那刚刚就是 其实不动产 的确还是比 这个现金也好 对 这个就是 它有 结税的效益 是 我觉得 从各方面来讲 抱着现金都不是一个好方法 因为我们理财专家也常常来讲 说抱着现金 它最大的问题就是会越来越薄 越来越少 那大家都害怕投资的风险 可是其实 你要知道一个很正确的观念 这是虽然我对理财非常不擅长 可是我访了20个专家之后 得到我唯一听懂的结论 就是说 现金的风险最高 好 那我们有关注到 艾米丽 你有分享一篇文章 是关于说 遗产分配 善用抛弃继承 人海战术 这些策略的运作方式 这个文章也很有意思 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内容 什么叫做遗产分配 善用抛弃继承 跟人海战术 好像家族企业很会用这个 是不是 是 因为其实这个 其实大家看的就是 你分到多少分 分额多少吗 比如说 因为以我们 假设我们就是 在继承的时候 我们大家做分配 用人头来分 对不对 用人数来分 人数 所以你两个人的话 当然就只能分二分之一 但是我方 如果只是 十分之九的话 对不对 就九成都是 我方分走了 是不是 那大家 所以大家对于 这个份额 它就会影响到 你最终 分的这个财产的价值 这件事情 对 是很感兴趣的 好 所以呢 在这一个案例里面 我们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它的内容是这样子 就是说 我们等一下休息回来 完整的讲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 这个案例是 有一位老先生 他是蛮有钱的 那他在大概八十岁的时候 跟一位年轻的护士小姐结婚 那结婚之后一个月 他就离开了 他就过世了 那他留下的财产有十二亿 那他在 因为他生前他没有 他配偶已经过世了 所以他才跟护士结婚 那他只有一个独生女 本来这个十二亿 他如果没有结婚的话 那十二亿都是独生女 所有 他去继承 十二亿 我现在只是深深的感觉 这个独生女 不知道是什么心情 对 那但是因为 爸爸一个月 一个月前结婚之后 他就离开了 就突然 在这一个月内 多了一个人来跟他评分 所以照理来讲是什么 六亿会变配偶的 是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独生女的财产就蒸发六亿 对对对 所以对于很多 其实这个对于我们自己 如果自己来感受一下 你就会觉得说 比如说这个十二亿应该都是我 当初我爸爸妈妈 就是两个人共同打拼下来的 对 对 主产 对吧 好 就是一定是爸爸妈妈 然后一起奋斗 然后几十年 然后牺牲了多少 青春岁月 然后牺牲多少 跟小孩 跟这个独生女 相处的时间 对不对 用这个时间去换来 这是二亿 结果 半路杀出陈咬金 突然有六亿就被拿走 所以一定是很不甘心吧 因为这个是我们家的财产嘛 所以呢 他就有询问专家的意见之后 他就决定要做一个抛弃继承 那因为呢 这一个独生女 她生了六个小孩 她生了六位小孩 六个小孩 所以她抛弃继承 我们五国民法规 等下抛弃继承之后 但由她的下一个顺位 就是她小孩来继承 跟这个 跟这一个这个 年轻的护士嘛 护士小姐 一起来评分 所以本来是两个人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对 评分嘛 啊现在是七个人来评分 那因为他们 那这边就七分之六 对 她方 她的阵营就有六个 不好意思 没有四千生 六个小孩的 怎么办 现在去收养来得及吗 收养要在继承 之前收养 那个继承发生 这个时间点以前 但继承 因为收养 有一定的法律要件 大家如果想要多收养小孩的话 我们可以请社会局 来跟大家说明 不是 这好可怕 我觉得这好可怕 是是 现在有多少人 有六个小孩 可以来跟她人海战术 对 因为现在大家都 越生越少 所以如果说 这个案例她当初 这个独生女 她也只生一个小孩的话 她也不用抛弃继承 因为她 她抛弃继承 分的还是一样多 对 所以呢 以这个案例来说 这个我们 把它换成金额 跟大家说明一下 你就会知道说 她差异有多少 如果说 她抛弃继承的话 她抛弃继承 那因为我们假设这个案例 她是没有留遗嘱的 或者说 她可能有遗嘱 但是无效 那不管她有没有遗嘱 无遗嘱或是无效的话 那她呢 抛弃的话 那就是呢 这个 她的阴继承是 因为我们 以我国来说 阴继承就是 你如果没有遗嘱的话 那大家就应该继承的 这个份额是多少 那当然就是 就是 就是读生与什么 就是七分之六 对 七分之六 那如果她 没有抛弃的话 不是二分之一吗 对 五十% 对不对 所以这之间 差异就差了四 我有试算 差了四亿 两千八百多万 就是说你如果呢 没有抛弃的话 你只能拿六亿 我们刚才有说六亿 对不对 那你如果抛弃 而由六个子女来继承的话 你可以拿到 十亿 两千八百万 中间又差四亿多 对吧 好 所以呢 这个抛弃的这个动作 对于这个案例来说 是非常有效果的 请问一下这个 这个抛弃 就是说 一代抛弃 就是下一代嘛 对 要这一代 全部的人抛弃 那下一代 假设说 如果说 她只生两个小孩 对 可是假设年纪比较大 这两个小孩 下面已经有 八个孙子的话 那其实下一代 两个也都抛弃 可以两代都抛弃 就直接给八个孙子 他们变八分 对 就是在往下 一个顺位 第一次听到 在现代社会 可以鼓励大家 多吃多少 如果不是这种 有一个对外 当然我们这样讲 也不好 人家也许是真情相爱 结婚 当然那个配偶 也有他要被保障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说 想象如果是 以站在这一家人的立场来想 如果不是说这种有一个跟其他人相对 那也不一定会想要多持多孙 多持多孙 你就每个人分的就少了 因为通常这一种 就是说高龄结婚 八十岁 对不对 然后结婚 在子女 应该是没有想象过吧 就是说台湾很多的子女 也不会去想到说 自己的父母 会这么考虑 我其实有看过蛮多人这样 然后跟 很多就跟照顾着 而且子女有时候会 会很难接受 是因为总觉得 那不是一个真正的关系 就是让人觉得比较难接受 但是这个每家有每家的细节 这真的很难 好那我们继续 我打断你 你刚刚说 所以如果是这样算起来 会差到四亿 会差到四亿 那其实现在我看到 我偷看到您的笔记上很有趣 是如果是有遗嘱 对有遗嘱 他可能会遗嘱影响什么 遗嘱可能呢 因为呢 如果说这个老先生 他生前有利遗嘱 那遗嘱呢 也很有可能是把全部的财产 是要留给这个年轻的照顾着 因为呢 他的晚年可能都是由这个照顾着来陪伴他 人生最后的这个这一段生 对他对老先生来说是最重要的时候 这个认为是年轻的女护士在身边嘛 所以呢如果有遗嘱是要把财产留给他的话 好 那那就会是要争取特留份 特留份 特留份 因为特留份 如果说 因为这是我国也是民法 规定说要对这个继承人 有一个最低保障的限度嘛 所以呢 以特留份来 特留份的计算 就是说阴记份 如果是子女的话 就是再乘以二分之一 再一半就对了 好 所以说如果有遗嘱 就是老先生有留遗嘱 是把财产要留给女护士的话 12亿都归他 那这个女儿其实特留份 还是至少可以拿到三亿 四分之一 三亿 四分之一嘛 对 那如果他抛弃的话 那当然我们就是会用阴记份的 就是刚才有算七分之六嘛 七个人 七个人里面六个 七分之六 然后再乘以二分之一 算出来 对 所以七分之六乘以二分之一 对 所以算出来是 大概是43%啦 就是算出来 换算成金额 大概五亿 五亿一千多万 那也比本来的三亿好一些 对 也多了两亿多 那这个其实相对的 也可以用在另外一边嘛 万一这个老先生 他的遗嘱是写说 我没有要给我的后来的配偶 我全部都要留给子女 这个配偶也有特留份 这个配偶就会有拿到那个特留份 那配偶的特留份 也是一样 阴记份的二分之一 对 是 所以也是三亿 双边的保护这样子 是是是 对 所以说这个案例 他为什么会这么的醒目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这个 第一个是说 因为那个老先生 他只有一个女儿 独生女 一个人 那所以是女儿跟后来的配偶平分 但是 好家在女儿有六个子女 好 这个 所以他是可以 他抛弃的话 可以拿到六倍 的概念是这样子 但是呢 我们从这个案例你也可以 看到一个点 就是说 原本其实如果没有这个女护士出现 其实这个十二亿是归这个女儿 独生女的嘛 他继承啦 对不对 那今天他如果说不得已要做出一个抛弃的一个决定的话 抛弃继承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十二亿是没有他的分 他是零哦 对吧 因为到时候继承的人是他的子女 对 对 好所以 我觉得对他来说应该也是相当大的一个冲击 对 他要不要去抛弃这个继承 不是每个人都觉得放在我孩子身上跟放在我身上是相等 有时候真的是不相等啊 有的 要看他家庭的关系嘛 对对对 要看他家庭的关系啊 是是 好 所以说以这个案例 因为他父亲八十几岁过世 所以其实推算可能他独生女年龄也不是太年轻了 可能应该有个五六十岁以上 可能也有 所以他势必也需要未来的养老金 对而儿女一定一定是成年以上了啦 哦我觉得这个也蛮难思考 因为你知道吗 如果把这个钱就直接跳过自己 然后放在儿女身上 儿女如果已经都成家立业 是 还有自己的家庭哦 他会有自己家庭的规划跟开销 你可能放在儿女身上 例如说你给你儿子 你儿子媳妇不见得倒过来这个钱要给你用 对 因为可能他们已经有自己的规划了 他们有小孩子的教育费用啊 对不对 有自己家庭的一些日常的开销 或者是要做什么样子一些 买房子啦 或怎么样 就是他们会有自己家庭 那个已经有一个家庭内部的一个 一个使用方式了嘛 所以你要去抛弃继承 你也要想一下 那你也要去思考 对 你未来有没有养老金 对 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案例是 是很值得拿出来 大家可以参考 我觉得这个回到一个家庭跟心理上来讲 就是说大家要去想想 还是把家庭关系经营好 或者说你跟你的上一辈 不要让你的上一辈就是孤独寂寞到说 如果他只是需要一个照顾者 可能不会 我们真的还是认为相信有真正的情感 你不能完全说这样子老来结婚的都不是真正的 这个配偶也很委屈嘛 可是我觉得还是说 要防范说真的有心人 图谋不轨的 最重要还是我们家人之间关系要紧密 因为我们时间好像到了耶 所以可见这个会计的事情是讲不完的 光一个案例都要有心的津津有味 好我们先谢谢会计师 谢谢 我们下一次再来继续请教其他的部分 拜拜 拜拜 拜拜